看的这个是你要能够跟这个 这个协助平台整合就是我们Google文件 那怎么样才能够整合呢 你看比如说像这个 找一个找一个有 你一定要找那个是 内容就是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那个已经转换成Google文件了 比如说我来设一个好了 我把它上传一个 上传我希望把它把它转换过去的 比如说像这个不能整 长按太大 这个也超过 好文件好了来 这个 我把它转换一下 因为这60K而已 有没有 所以我把它 我现在要转换 那我把它放到测试区 放到这里来 好我就开始上传 但是因为我要共用 你要协助平台上就是要公开 所以你要共用 好 OK 这个今天我就可以在这边先把它先设定好 那么现在就传上去 好 没有问题的 传上去 我们要点开看看 它真的就打开 这是在编辑器里面了 对不对 那这个我确定可以用了 好 现在呢 我回到我们的协助平台 好 我们看一下 刚刚在这边 有一个代办事项 对不对 我们再增加一个页面 那当然不只是我的 您Excel 那都可以 好 好 文件调查 这一般的页面就好 好 现在呢 您进来了之后 您看这里 有没有一个插入 嗯 从这边有看到 有没有在Google一键 你也可以看到 简报自上表 这个应该都没问题了 好 我就文件 那你不用给它什么网址 那这样麻烦 在这边就看到有 嘿 因为你是同一个账号嘛 马上就整合起来了 填到它 选取 好 您有没有发现这里面没有 我们刚刚没有转换的那些内容 没有 这里 里面你现在看到都是 已经有转换过的内容 好 就是有转换的Google文件 才会列在这里 没有转换过的 没有办法 好 好 嘿 已经 好了吗 还在找 这您刚刚的那个已经选好了 它一样 它会问你宽跟高 有没有 好 那假设我可以宽一点点的 我就按 说这 这个时候呢 它会把你放到这里面来 卡住了 有了有了 进来了 有没有 进来了 好 那如果没有留干储存 所以我刚刚的内容有没有就进来了 你看这个 这样你要写吧 好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用Google文件那边当作是你的主要编辑的内容 那么你就不见得都是在这边做 好 那这样这样就很单纯 那么像这个我在Google文件上面改了这个内容 这里会不会见 当然会见啊 对不对 因为这个文件真正在哪里 在Google文件那边 好 所以它会同步改变 好 这个是 呃 您要用 这个 爬 Google文件跟所谓协作平台整合的地方 好